肖战自澄清令臣民以来就一直在被诋毁 被打压的道路上前行 这两年由明皇皇打压改为暗出桌下半 当恶意从未削减 有意思的是一边诋毁他 一边打压他一边想成为他复制他 说白了不过眼红他的人气 眼红他的价值得不到他就想瓜分他 肖战作为内娱唯一的超级顶流 其价值不言而喻 这段时间击肖战的一下部作品敲定前 是有或在手的各资方的黄金炒作期 各种品一股脑的推给肖战 反正沉不沉 借肖战的热度先吸一波关注 比如电影《借命而生》传肖战主演 瞬间上了热搜 该书的编辑还专门发布感谢了肖战 上了人生第一关热搜 抢阵难怪各方想帮说法蹭肖战热度 实在肖战两个字太好使了 该电影借了这波关注或许会顺利投拍 或许肖战能被打动也未可知 切心切看 讲真2020年的那些日子已经远去 在不能勉强的前提下开始用另一种方式割肉 近日有网友对饭圈PUA话术做了个小结 看了实在太过眼熟可以说肖战全部中招 肖战出成绩就说你离冲出宇宙海眼 肖战没消息那就是糊了被分杀了 真是站在制高点上横扫一切唯恐天下不乱 而目的就是要带桑饭圈 最好脱粉进而达到剥弱肖战的目的 其手段不可谓不阴险 其用心不可谓不恶毒 有道是说人是非者 极为是非人远离这种人 不过肖战这个抢手香薄薄 是永远被奠记 只不过是换个花样再来 记得此前就责怪肖战饭圈太稳定 都不流动 无利于内衣发展 这种言论真是让人哈哈大笑 这想瓜分肖战的心都不遮痒了吗 而今又出新招数 借这门剧长夜精明来打压肖战 真是王战之心不死 无所不用其极 讲证该剧跟肖战有什么关系 可是就有人拐着弯也要撤上关系 该剧宣发绅士颇盛 并已定档播出 机遇古偶剧是千分利器之双 某些人就长想了一出跑粉大戏 圣称虾体量最大肯定跑得最多 又讲什么脆弱感吸虾 真是让人笑了 虽然电剧虾 但真是太不了解虾 真正的粉丝除了肖战的剧 谁的剧也不想看 那真是入木皆是战 四股无他人 吸什么吸 看才能吸 好吗 另外 喜欢肖战的人或许最初是未言驻足 被歌声打动 被角色吸引 但最终让人死心踏地的是肖战的人格魅力 不管什么本来的 最后都是粉肖战 再者 肖战粉丝绝大部分都是陈年人 能追星 只因爱是肖战 思想稳定 心理成熟 岂会为一个脆弱感就变心 有脆弱感的人多了去了 但都不是肖战 也成不了肖战 有些人怕是一辈子也不会明白 粉丝是凭实力 凭魅力吸引来的 不是靠手段抢来的 能抢来的 不是粉 你也留不住 想要自家长粉 还要自己振主振气 丰富内涵 增长才干 锤炼演技 一天到晚 观想着走歪门邪路 损人立即 岂不知 灭造多了 终有一天恶怪满盈 满盘结书 最后淡淡想说 最近史上先生肖战的采访内容曝光 让人们看到一个走出明星光环 充满烟火气的 可爱的肖战 他有思想 有性格 有能力 够强大 这样的肖战 让无数人伸出去重庆看看的想法 只因那时肖战喜欢并想待在那里的城市 他的故乡 看着重庆关推下的一个个留言 这才是实力偶像的魅力 身不由己的背心 无法自拔的爱上 把他列入未来的计划 成为自己的一个心愿 爱上这样的偶像 这个世界都变得分外美好